《学习历史的目的》 首先国际关系史不是国别史 我们一提到国际关系史 好像很多人就会想到美国史 日本史 俄罗斯史 英国史 这些国别史是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 就是国别那一部分 但是国际关系史终究还是要落到关系两个字 所以它不是国际关系史的全部内容 那么第二 国际关系史不是人物传记 当然我们会提到很多人物 还有他们做过的一些事情 但是它也不是国际关系史本身 那么第三点 国际关系史不是战争史 战争可能能表现出国际关系中的一条脉络 但是国际关系史的内容非常复杂 它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等因素的一个综合性的历史 所以战争史是国际关系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它也不能等同于国际史本身 好 那么它不是国别史 不是人物传记 也不是战争史 那么国际关系史是什么呢 我们从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角度来说这个概念 那么从何龙像来看 国际关系史是国家之间互动的历史 所以它不是国别史 它终究要落脚到关系之上 有的时候是双边关系 有的时候是多边关系 从纵向来看 国际关系史 是国际 国家 个人 三个层次互动的历史 所以它不是人物传记 而人物历史 它只是说这三个层次里面比较微观的那样一个层次 那么第三呢 国际关系史是政治 经济 历史 外交 文化 宗教等等社会元素的一个复合体 所以它不是战争史 而战争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好 那么我们现在从立体的角度认识了国际关系史之后 为了方便我们今后的教学 我们有必要提出 并且比较一下中西方历史观念的差异 而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情况 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理解 这个差异它主要有三个 第一就是双方的史学程度不同 其实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本身 其实也是差异的一种 我们之所以说它史学成熟的程度不同 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套非常成熟的 记录历史 保存历史 流传历史的一套制度 甚至在很多朝代我们都有史观这样一个职位 专门负责记录历史 不但有中央的史观 还有地方的史观 所以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的神圣 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 他没有那么重视 所以你现在很难找到一个系统的边年体 或者国别体 或者记转体的欧洲史 或者欧美史 基本上找不到 可能有人会说爱德华编著的这个 这个罗马帝国兴衰史 那只是一小部分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前程献给了宗教 而不是历史 这是宗教国家和人文国家的区别 比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很多人会问我 你们中国那么多历史的书 那上面记载的这些事都是不是真的 我就会告诉他们千真万确 至少在晋朝之前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里面曾经写过 叫做《再骑太史简,再进董狐笔》 那太史叫做太史伯 他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史观 那么他就是记录齐国的宫廷历史 结果齐国有一个大臣叫做崔柱 他就把齐庄公给刺杀了 正向太史就在他自己的史书上记载 叫崔柱弑齐君 弑就是以杀以下杀上 叫做弑 那这个名声就不太好听 所以崔柱他当然就不同意 他强迫太史伯 你一定要把这个纪录国改掉 他改成齐庄公 他死于虐己 崔柱这种行为他激怒了太史 太史伯就说我是一个史官 所以我的职责就是让真实的历史 被后世看到 所以我不能给你改 那最后崔柱就杀掉了太史 杀掉了太史伯之后 太史伯的两个兄弟 太史众和太史书 又分别接替了太史的岗位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古代 尤其春秋时期 他那个职位是世袭的嘛 那就是你这个家里只要有男丁 你这个官职就不会丢失 那么太史众和太史书 也都尊重他们哥哥的这样一个志向 所以都在上面写催柱士其君 结果催柱把他们全都杀掉 最后太史家只剩太史伯的四弟 就是太史记 伯仲书记 最小的一个孩子 接替这个官职 他还是要如实地记载这个历史 而且当时齐国各地的史官 全都抱着竹简往林兹去跑 就说我来记这个事 我不怕被你杀头 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官的契节 最后催柱实在没有办法 那就让这个催柱士其君 这样的记录流传下来 以至于我们两千多年之后 还能看到两千多年前 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 所以中国的史书可以说是 字字代谢 而这样的情况是西方人 他不能想象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西方历史 就会造成这种年代和人物之间的混乱 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太清楚 我们只能通过逻辑的推断 来尽量给大家弥补清楚 那么第二一个差别 就是双方的具体国情 它也有差别 我们作为一个 以大一层为主流的国家 那么我们有时候就很难了解 或者发自肺腑地去认可 小国寡民的很多想法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孙子兵法 这个书的英文的译名叫做The Art of War 根据字面意思 只译就是战争艺术 那么为什么被译成战争艺术呢 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 叫战争艺术 这个人叫马基亚维利 有的版本也叫马基亚弗利 他是十六十七世纪 生活在这个意大利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家 当然有的人说他生活在十五十六世纪 他的这个生平已经不太可考 他最著名的书当然还不是这个战争艺术 而是一本叫君主论的书 这个书相当于中国的韩非字 纯粹的现实主义逻辑 教君主你要猛如狮 脚如狐 你被人害怕 比你被人爱戴更安全等等 那他的这个The Art of War 肯定不能跟他的君主论相提并论 但是在当时的欧洲 尤其是意大利 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识破天经的理论 那所以我就非常的 用这种非常虔诚的一种心态 曾经拜读过这个英文原版的The Art of War 结果让我大失所望 这个所谓的欧洲十五十六世纪 军事理论的巅峰之作 记录了什么呢 基本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 国家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常备军 第二个叫做 如果你没有常备军 你就会很惨 所以这个我就很不能理解 国家需要养着士兵 来保卫自己的安全 这不是常识吗 那你比如被翻译成 The Art of War的《孙子兵法》 它在第一章史记篇里就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查也 包括后面还要讲 故经之以武士 教之以继而索其情 一约道二约天 三约地四约法五约将等等等等 那你更不用说后面对于 培训士兵运用谋略的描述 这样一个常识性的这种介绍 怎么能够被称为 军事理论的一个瑰宝呢 那这就要讲到 当时亚平宁半岛 也就是意大利的这些国家 具体国情 那在马基亚维利的时代 意大利半岛基本上是 分成了十几个小国 那这些国家相对比较富有 因为它处于这个东西方 这个海上商路的中心 那所以说 它要想招兵就比较困难 因为老百姓没有人愿意当兵 那再一个 它国家非常的小 人口很少 它即使能招来一部分兵员 这一点兵也真正发生了什么危险 也不够应付局面 所以它干脆就不招兵了 那有人会问 它如果不招兵 国家面临危险怎么办 那你比如 如果有外敌入侵了怎么办 根据马基亚维利 在战争艺术的书里的原文记载 大家都会选择雇佣黑社会 换句话说 发生在亚平静半岛的 十五十六世纪的战争 基本上就是 这个黑社会之间的战争 所以战场上 一般它就会出现三种情况 马基亚维利告诉我们说 第一种情况就是 只听见枪响不见到有人 就是双方都很默契 不主动在战场上出现 从远处来听打得很热闹 其实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嘛 多打一天 它多领天工钱 第二种情况 它就比较明目张的 就是大家坐下来喝茶聊天 天快黑了要走了 各自放两枪 第三种情况 就体现出了一定的智慧 就是双方的社团 它全都派自己 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出来作战 你这样的情况下 一旦这些人发生了伤亡 既能为社团节省退休金 又能向国家多领取丧葬费 一举两的 所以像这样的军队 它怎么能够保证它的战斗力呢 它又怎么能够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呢 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马基亚维利提出 国家要建立常备军 会在当时看作是理论的突破 看作是欧洲军事理论的巅峰瑰宝 因为没有人这样想 甚至一直到 这个意大利各国被法国 还有奥地利 蹂躏了好几次之后 它才逐渐意识到 我们确实要建立这个常备军来应付 所以在我们看来 你连常备军都没有这个 不能理解 所以具体到它的国情来看 我们才能知道这其中的差别 那么第三点就是双方的权力结构不同 虽然双方都是二元的权力结构 那么西方的权力结构 它是王权和教权的平衡 那么中国是朝廷和江湖的权力平衡 那由于教权和王权 它大致相当 所以在西方的权力观里面 重的是法 所以它才能限制双方的行动 那由于朝廷跟江湖的权力不相当 大部分情况下 朝廷的权力要远远多于江湖 所以它要拉拢江湖 它要同化江湖 甚至它要征服江湖 所以中国的权力观念里 重的是德 所以它便于改造 那这样一来 双方的这个历史观念 就直接受到了权力结构的影响 我们看中国的这个侠客的变化 就能知道中国历史上 这种江湖和朝廷的变化 比如在春秋时代的侠客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风貌 血气翻纲 而且一个个胸怀远至 叫做以诺必然 不爱其屈 赴士之为恶 也就是说 我答应的是 我一定要做到 而且我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也要做到 只要是士 它有了困难 我一定要去帮它 以诺必然 不爱其屈 赴士之为恶 那么到了北宋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那些侠客 是什么样子 有一本小说 叫做三侠五一 其中一个主角 叫做南侠展昭 它被这个皇帝 赐一个封号 叫做玉猫 它就是皇家养的小猫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小动物 那但是展昭的反应是什么呢 欢欣古 诚惶诚恐 甚至它后来 只要跟人动手之前 它都要先喊一句 说玉猫展昭在此 全无其解 那么至于到了明清的时候 那些三侠剑 还有剑侠图里面的侠客 那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看了 所以这既是造成 中西方史观差异的 三个原因 也是三点差异 那么17世纪的时候 我们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又是怎么建立的呢 我们下一讲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